所以我们的胡思乱想又开始加重我们的焦虑 然后我就很难做很好的发挥 对吧 相信放松就会有灵感 放松就能够让灵感来带动 为什么 大脑就是这个样子 人的脑波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有 伽玛波 β波 α波 θ波 δ波 这些脑波最快的 干嘛波 洞见不断 brainstorming 脑力激荡 脑力激荡是不是一天都可以用脑力激荡来 一整天都可以做脑力激荡 没办法吧 因为脑力激荡很耗脑力 对不对 我想破头 我想怎么解决 你很快就累了 所以脑力激荡 它这个振幅越快 表示它越耗力 越耗氧气 越耗能量 第二个叫β波 β波是大部分人常处在的波长 就是在一个有压力的状态下 在面对处理件事情的时候 这个都是比较可能是β波的状态 比方说开车 β波 跟它讲话 β波 或者是一直在滑手机 β波 这个β波一直在运作的时候 它消耗的脑力是很大 也是很大的 就是会消耗很多的体力 来 你来看一下 试试看 你觉得头 摆正跟头往下低 怎么样会比较省力 摆正跟往下低 摆正 答对了 摆正会比较省力 脑波的研究发现 当头低头的时候 你的脑袋会比较费力 光是低头就比较费力 脑袋的这个波 β波 为什么 想想看 如果你今天我想要思考一件 解决方案 请问你的头会这样 我要思考一件解决方案 还是我要思考一件解决方案 会低头对不对 因为你脑波 就会比较耗力 但是呢 如果你走到海边 或者走到大自然 走到八卦山上 哇 好美的山林 这时候 你的头会这样子吗 还是会这样子 开始往上抬 对不对 因为头向上 摆正 真的有点向上 头脑是很省力的 很轻松的 好 那阿法波呢 是一个放松的波长 你在睡觉前跟起床前 需要进到阿法波 如果你没有进到阿法波 即使你睡着 你在贝塔波的状态 比方说刚跟家人吵完架 然后要睡觉 脑袋呢 就一直转着 那个对话 对白 重复重复着 这时候 即使你睡着了 你的大脑 还是没有好好休息 有没有觉得那种感觉 甚至你做梦的时候 会梦到 很紧急 很快速的梦境 比方说 赶不上公车 考试写不完了 然后或者更加 小眉 好 所以 如果你在睡前 能够让你的大脑 脑坡进入阿法波 那你的大脑会轻松很多 而且会有 比较好的睡眠品质 好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波长 那阿法波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因为那是一个人 灵感的很重要的泉源 如果你在处理一件事情 真的想破头 不知道怎么处理 你起来 去外面透透气 去上个厕所 去喝杯水 放松一下 诶 你有沒有发现 好像很多灵感 就开始出来了 还有很多人 在处理事情 然后结果呢 蹲在马桶的时候 诶 很多想法 就会跳出来 有没有 就是这样 好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 贝塔波 就好像开快车 当你 开快车的时候 请问 你眼前的视野 是窄的 还是宽的 窄的 你只看着眼前这件事情 注意这件事情 可是 当你把速度放慢的时候 甚至用走路的时候 你的视野就变宽了 有没有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 天空啊 白云啊 小鸟啊 人来人往啊 树林啊 就看到很多 就像这个意思 贝塔波 就像开快车 你的眼界 是狭隘的 是眼前这件事情 你的大脑 能够有的灵感 会非常的有限 因为你要进到 阿法波 所以你要停下来 休息一下 让自己的大脑 休息一下 这时候 你的灵感 就会源源不绝 所以我刚刚说 第三个呢 就是放松 就会有灵感 所以我相信 如果今天没有准备好 因为时间 有时候我们都觉得 再怎么准备 都没办法准备完 完整 充分 对不对 但已经大概准备好了 好 我现在上台要做的事情 就叫做 怎么 放松 然后让灵感来带动 这样子呢 就会有很好的演讲 这时候 怎么办 好 这时候 来请告诉我 第一件事要做什么 一次只做一件事 一件一件来 然后 所以我还是 把我前面该做的事情 先做好 做好 上厕所也好好上厕所 吃饭也好好吃饭 准备就好好准备 第二件事呢 分段休息 工作休息 工作休息 第三呢 放松就会有灵感 第四就是 正面对待压力 我怎么正面对待它 既然我分享的内容 是对自己 对别人 对这个社会 是有帮助的 那我很感谢 他们愿意做直播专访 或是愿意做 报纸的专访 但这样不就是 可以把这么好的演讲 可以跟很多人分享了吗 很正面来看待 然后呢 这也可以锻炼我的胆量 然后呢 让我又可以多学习更多 增加更多 上台的经验 还有呢 分享不同主题的经验 我就这样来看待 在八月的时候 我从吉隆坡呢 要飞去印度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去过印度 你看我今天的装扮 你知道是哪一个国家的服装吗 就是印度的服装 有的人如果穿着奇装衣服的时候 会开始不自在 对不对 同不同意 好 为什么会不自在 因为开始胡思乱想 他们怎么看我 这些人穿成这样 这样是对待的 怪怪的 是在演义还是怎么样 好 我们就有很多胡思乱想 那就开始消耗力气 然后心里就开始心不在焉 然后开始焦虑起来 好 所以我还是 我穿衣服了 我还是 就回来我的当下 回到我的身体的安住 就是身体 放松 我们邀请大家来注意一下 你现在是不是 你最好的姿势呢 是吗 你的肩膀 可不可以再放松一点 你的头 可不可以再更轻松一点 颈部 肌肉 可不可以放松一点 让两肩自然的下垂 手臂放松 手掌放松 来感觉一下 你的呼吸 吸气感觉胸口 呼气 胸口放松 肚子放松 臀部稳稳地坐在椅子上 背部很轻松地 靠在椅背上 双脚很自然地 落在大地上 大腿放松 大家有跟着坐 有没有感觉 你好像 刚才莫名的 有点紧绷 肌肉用力的感觉 有吗 就是回来 拉回来 不断地拉回来 提醒自己 哪里 还需要再放松一点 这是身体的连结 如果我们走在路上 会很担心别人眼光 是因为我失去了身体的连结 我没有好好去感觉我的身体放松 因为我自己在自己的脑袋 不是乱想 第二个 我要有好的心理的连结 我跟我的心做好连结 那我穿这件衣服出来 我怎么样 把我的注意力 安住在我的身体 跟安住在我的心呢 安住在我的身体 就是我一直去注意自己的姿势 有没有属于最放松的姿势 然后新的安住呢 我的练习是 我今天呢 穿的一个比较特殊的服装 我觉得这是一个分享 也是让大家有不同的视觉的观感 让大家感觉到比较休闲 而不是穿西装打领带 然后颈部勒得紧紧的 我想你们看起来会比较轻松 好 这是我心里的 但是很多人走在路上 可能会觉得说 自己的衣服没有很适当 或是自己的身材啊 头发没有很好 那是因为什么呢 我们失去了身体的连结 还有心理的连结 那就很容易胡思乱想 停不下来 好 那为什么要去印度 我有好多印度朋友 我自己在云科大也有教印度文化的课程 然后呢 我的印度朋友 他在台湾念完博士之后 就回到了印度 在大学担任助理教授 后来我就决定 今年的八月份 八月中旬 就去到了印度 那去印度的时候 我的朋友就跟我说 耀明 你来我们学校 要不要顺便帮我们学校的教职员 跟学生演讲一下 我是去休息 对不对 用演讲 那我不就又很有压力吗 不过我后来真的答应了 为什么我可以答应 我就做那四件事情 其实我在休闲 我也可以 找空间 来准备一下 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一件一件来 非常好 第二呢 分段休息 第三 就会有灵感 对 第四 正面对待压力 正面来看待压力 如果今天你生了孩子 把孩子生下来之后 会不会很有压力 这些爸爸妈妈们 很有压力 对不对 哇天啊 他们什么时候才会长大 什么才能够独立自主 就很多的这些想法 可是正面对待压力 其实养小孩 对待孩子的教养 就真的是 有很多的学习 让我们懂得什么是爱 什么是无所求的付出 还有锻炼很多的耐心 沟通能力 有没有 很多父母亲 是真的当了父母亲 才开始学会 怎么样跟人家沟通 有耐心的陪伴 这就是正面来对待压力 听不懂 教兔 对待压力 好 就行了 Abone 就是 小fruit 我们 其实 是 一 吨 逆 de